插入浮动主题 与移动主题的位置 如果说你在分类的时候,在这个主题没有我想到一个 一个类,一个项目 那不知道在哪里呢,你可以先按右键,先给他一个什么 浮动主题,好,按两下 那也许呢,他的什么 喜好 好,double click,对不对,我还不知道在哪里呢,也许要放在什么地方,我还不知道 可以先在这个地方 先把你想到的地方先打进来,那接下来如果说确定呢,行为,他的喜好,我们是归待 行为的类别测试,再把它拉过来,是仔细看哦 放开就可以了 调整顺序 那喜好呢,我是觉得想放在发光源里,就可以把它拉过来,这随时可以调整位置 这是我们学会了什么呢,移动主题 跟 浮动主题,好,来,接下来我们来插入 内部的图标 譬如说,这边有 四个向度 对不对,那我们想加 1 2 3 4 那怎么办呢 从右边这边可以打开来 好,这图标在这里 第四个旗子的地方点开来 哦,那怎么做呢 使用滑雪标,把1拉到这里来放开 好,2拉到这里来放开 那3拉到这里来放开 变成红色,说放开那瞬间加进来 4拉到这里来放开 好,那点选这个再收起来 展开 收盒 都是这一颗,那这里有好几个 钢要 有没有 那这是格式 待会晚点我们再介绍 这个是这个 哦,就加起来了 那我们再把它展开来吧 那这个呢,我想加一些可爱的符号 哦 这边的图是它内建的 当然如果是专业版这边呢 图形可能就更多一点 这边是它内建的图示 那在这个地方呢,我们想加个 行星好了 诶,可不可以加两个呢,可以哦 这边可以再加 再加进来哦 如果不要呢,仔细看哦 点选这个以后呢 好 按左键点一下,这边就可以进行删除 当然点选这个,你也可以做 这个,可以再换 这边可以再换 这个 那从这里也是一样,换的时候删除都在这个地方 那这是图标的一个运用,是内建的一个功能 那接下来,我们再把它收起来 那请同学呢,先试看看 就把这个图标这边也试看看吧,先把它加进来吧 切成定了 所以先含着这个图标 咱们先试试